上级说到沃顿等人回家后发现超级监狱已经被中级监狱的小主给占领了 爱丽丝因为和中级监狱的狱警与过一段矫情就被宝举收编继续当了狱警 沃顿和家里的责备对面的机遇人亲自押送入到了监狱 而其他的闲杂囚犯就被批量回收然后继续收押 只有斯汀瑞悄悄溜到船上换上了船帐的衣服 然后又主动来和小主搭讪 小主见斯汀瑞相貌亲戚打扮清秀 心想他在那方面肯定也是独树一帜 于是就破格提拔他当了自己的男朋友 从此超级监狱就变成了男女混合监狱了 后面的剧情也会告诉我们 这小主来占领超级监狱根本就不是为了扩充地盘 他就是单纯的长男人身子 真是下剑为什么不来找我 自从当了小主的男朋友后 斯汀瑞白天就和小主一起玩空战游戏 然后玩累了就直接睡觉 长此以往斯汀瑞难免腰酸腿麻不能应敌 因此常常虚晃一枪然后败阵而逃 这次斯汀瑞又抓住了有囚犯暴动的机会 要请命前去镇压 无论小主如何交替嫩与情话盘缓 但斯汀瑞依然是坚持要以监狱的和谐安定为重 气急败坏的小主只好破口大妈滚吧不中用的东西 之前也有讲过 加里德和这小秘书早已私定终身 一直都在谈异地恋 两人为了能更方便的约会 于是就密谋要撮合沃顿和小主 只要他俩好上了 加里德和小秘书就能在同一间办公室 轻易绵绵地度过每一分每一秒 这个计划听起来是非常的哇塞啊 只不过关在监狱里的沃顿已经成了这个状态 由于监狱现在是男女混住啊 所以两边经常会因为上完厕所 该不该放下马桶圈的问题大大出手 这打着打着小矛盾就上升到了 超级监狱和中级监狱的矛盾 于是爱丽丝和对面的预警也切磋了起来 不过还是有例外啊 比如于依旧和女球犯们相处得很和谐 他们还整了许多奇怪的新物种 正是由于超级监狱和中级监狱两边阵营矛盾的不断激化 小秘书和爱丽丝说了他和家里得的KCP激化后 很快就得到了爱丽丝的高度认可 于是爱丽丝就帮沃顿将头发束成了大人模样 穿上了一身帅气气装 然后又带他去到了小主的闺房 小秘书也早就准备好了浪漫的烛光晚餐 然而这沃顿他看到桌上的国品炸油后 就旁若无人的胡吃还喝 我行不行啊 不行就去小孩那桌 好在这小主也是饿坏了 看着沃顿这副德心竟然也是饥不择食 于是他就明知顾问说搞得这么浪漫是要搞哪样 沃顿则回复说一直被关着 他的宠物蛇早已寂寞了许久 小主一听瞬间就来了兴致 接着还不忘大骂斯汀瑞是个恶心的软壳线 接着话因为罗沃顿就朝着小主扑了过来 原来沃顿说的真的就只是他的宠物蛇 小主在一次大事所完后就指着沃顿大骂 他是个没长进的小屁孩 门外的三人一听这阵是直户完肚子 然而就在家里的和小秘书的万念聚会放弃挣扎 时艾丽丝却站了出来 他立刻开门吹灭了蜡烛 接着又重新去把沃顿给扔了出来 然后就只听得屋内乱嚷乱斗喊声震耳 这个好似癫痫白鹅虎 那个却如昆仑晴天柱 一个绕妖观所急如风 一个左鹰右盒不放空 这必像金气飞彩 那必像哥吉生辉 斗得那是杨沙走石 这一战后小猪就彻底被爱丽丝给征服了 然而爱丽丝却毫不恋战 他一把将小猪推开 然后告诉他有兽女人必须要承担起男人的责任 此刻爱丽丝不管说什么 那小猪都觉得是金玉良言 所以这小猪就真的信了 他觉得他没有那什么船长或是玉长啥的 他一样还是能过得很幸福 说完小猪就驾着飞船唱着小曲回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